如果你想要让你自己运势好 第一不要把蠢跟笨经常挂在嘴上 因为你在说出一句话的时候 你不知道的是 你不是在伤害谁 而是你在伤害你自己 你在给你的大脑加强这个强化的认知 你就是个傻逼 你就是很笨 你就是活该 慢慢的大脑一旦接受这种认知 就跟莫菲定律系列法则是一样的 他就知行合一了 好你就是个傻子 那我就让你傻下去 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很不公 我就让更多的事情去影响你 所以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运势 你一定要先注意 我们一定要行好言 说好事 管住自己的口业 就像我最早教大家 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 最有用的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 我个人认为是 我开始每天在起床的时候 跟睡觉的时候 洗漱的时候 我都会倔着镜子说 说出我自己的目标 一开始我说的很朦胧 我都是跟自己说 一定可以 你一定能成功 这个目标很空泛 后来我会给自己定自己的目标 你一定今年能够挣到100万 你一定会比他们强 你一定能够通过这个考试 你一定能够学会 我想学的这个东西 你能明白吗 我会习惯的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阶段 可能我确定我的目标 但我缺少点那个勇气跟力量 我没有那么确定的时候 会通过这种方式是强化自己 并且我回想了 我在为什么跟你们分享 这个看似很笨 很简单的方法 我觉得是有这个宇宙 非常神秘的一个力量 它是一个真正接近 成功必胜的法则 就是我回想 我说过的 对着镜子 对着我自己说过的 所有的我想达到的事情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达到了 我已经很久 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事情了 但是在去年 我停止直播以后 我在自我怀疑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在洗澡的时候 我现在都不需要一个镜子了 我可能就是用水蒸气 在上面写下 我给自己心中定的这个目标 然后很短的时间 我又重新找到了 我自己的那个价值 所以学会守口夜 我觉得就是相当于 在给自己积德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就刚刚讲到 这个世界 你们不管任何人 哪怕你他们是个傻子 但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成功秘诀 只有一个 就叫心想事成大法 这是佛教给他定义的名字 科学的方法叫什么 就是吸引力的法则 什么意思啊 你看啊 现在量子物理学已经证明了什么 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从思想中诞生的 而且我们的思想是有频率的 如果当我们确定了一个思想 那就相当于什么 我们对外事放一个信号 这种确定的思想 他的这个信号是能够传输到宇宙当中 传输到生活当中 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 但是我个人感觉 他就像磁铁一样 他会吸引你释放同频率的人 或者事情来接近你 那么你掌握或确定这个了 我讲一最简单的 你生命当中就是我活了三十多年 我总结出最后的道理 年轻的时候我会怪这个怪那个 现在我遇到所有的事情 我跟你们说的都是一样的 你生命当中你所得到的一切 不管是你认为好的或不好的 都是被你自己吸引而来 都是被你自己的思想所得 明白吗 你一定是因为有这种弱势的 不好的 负向的思想 才造就了你最后的这个结果 所以凡事不要怪人 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 有些人一定会说了 不对啊 不可能了 我天天就想过有钱的日子 我天天就想过人上人的生活 而且我足够努力了 为什么我的生活 我的日子还是那么苦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幸跟意外 非要降临在我身上 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一个富二代 我不能成为一个富一代 非常简单 首先我告诉你了 既然你相信 如果你相信啊 你所想的一切事情最后都能成真 你去想 哎呀 我要赚多少钱 你去想 我要 我要成为人上人 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思想吗 我觉得不是 你在释放一个反向的负面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啊 你大部分人为什么想要说成为有钱人 过上好的日子 你打个最难的比方说 你想挣一千万 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 一千万现在一个想指给你了 你拿这一千万要干什么 你一定告诉我 我没想好 或者你可以现象 说明什么 你在心里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或者相信你是一个有钱人 你有这一千万 你想的就是不劳而获 你想通过这一千万 解决你在生活中的那个恐惧 和那个让你难受的点 但你想象一下 每个人每天对外 所谓的求菩萨保佑求神保佑发愿的时候 让我成为一个有钱人 让我成为一个有钱人 看似是正念 但是这件事可虚无缥缈 并且他自己心里相信吗 他不相信 因为下一秒他要面对的 就是生活带给他的不堪和压力 那一种恐惧感 是他真实拥有的 那是他的现状 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影响他的思想 产生这个我认为的负念 所以他那个所谓早上起来的那种祈求 那种我想成为一个有钱人的愿望 这件事他根本自己就不相信 因为这个目标很飘渺 他没有具体的执行方法 所以这是为什么吸引力法则 心想事成大法 对于大部分的人根本就没有用 生活的恐惧 永远那个力量 带给你的那个力量 要比你向上的力量要大 也就是永远在现实生活中 往下拽你的力量 带给你的恐惧 比你想要努力向上爬坚定的 这个勇往无前的这个东西要强 所以你永远释放的是那个负向的能量 再打个最难题吧 那如果你相信我说的这个 并且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我从我成长过程中 我在过去直播这七年 我分享过很多 对吧 我的认为非常神奇的事情 我一开始认为是老天爷眷顾我 我运气好 比如我想学风水的时候 我就遇到个这样的老师 我想我当时学完这个以后 我发现可能说 我不会另外一个这个里面的学科 那这个又是我这个老师不掌握 很难学习到怎么办 但我从来没有否定过说 我这辈子可能学不到 我都是觉得我一定能学到他 但我不知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想象不到 可能坐一个长途车的路上 坐在你边上的一个老头 恰恰是深藏不漏的高人 结果我从跟他的聊天当中 后续的这个学习上 没想到他教会了 我最想学的那个东西 那这些东西你说 你如果不了解这个吸引力法则 你把一切都归功于所谓我的运气 也没问题 所以那些 我觉得你所有人 如果你想要说脱贫 你想要改变自己 所有人如果你想掌握吸引力法则 这一门必胜的秘籍 你先要了解最基础的三点 就你必须能做到这三点 他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发现 叫明确自己的要求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就你把宇宙当成一个线上的超市 如果你有一个确定 看完了以后这么多商品 你只能选一样 你确定你要下单 如何下单 把你想要的这个愿望 它足够强 坚信自己这个东西 我已经下单了 他一定会得到 一定已经在送来的这个路上 你先要确定自己的要求 你要的是什么 并且你在下了单以后 确定了这个要求以后 你要能够相信说 这个东西已经是我的了 但是他从宇宙的那个虚无的世界 送到现实的世界 他需要点时间 你要有这个信念 你不能说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我想赚一百万 OK 我今天定完了 第二天起来 我不确定 哎呀 我到底能不能赚到一百万或什么 因为你不相信这一百万 你已经下单 他已经送来的路上 首先就是你要想成事 你要小心想事成 最重要的第一点 你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明确自己的要求 相当于你在线上的这个宇宙超市 你确定好要什么 全部的东西看完 只能选一个 啪 我下单 下单那一刻就是我发愿成功 并且我确定 这是我唯一的目标 而且你一定要相信这个目标 你已经实现 而且他必须是正向的 什么意思 有些人祈祷说 啊 我 你可以发愿说 你可以定一个目标 说我要一年挣一百万 或者一年挣一千万 前提是你觉得你能实现 但你绝对不能下一个目标说 我要永远脱离贫穷 你能懂我说的意思吗 这是大部分人 为什么不能心想事成的原因 你可以希望我的身体比现在更健康 然后我努力运动或者保持饮食 但你绝对不能说 我保证我自己永远不生病 这两个听起来好像差不多 但这是一个下订单的一个算是须知 大部分人之所以下的订单 他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 你下的那个订单不对 你明白吗 就像我跟你说 你想要成为有钱人 你先要赚多少钱 结合你现在的收入跟情况 你觉得明年到多少 你能相信 并且这个目标又够远大 有奋斗的意义 你上来就说 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个富二代 那你除非有一天 你爸真的把你拉到面前说 儿子我隐藏了五六十年 现在要告诉你这个秘密 真的咱们家其实非常有钱 我只是希望你的成长 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下 所以没有告诉你这个秘密 怕你膨胀 这个机会真的太他妈小了 说真的 这个机会真的太小了 你希望自己 我觉得所有人希望 你已经到这了 你已经证明了 你不是富二代的前提下 你还在这羡慕别的富二代 你有这样的想法 就证明什么 你注定是个loser 你不如去想一想 如何让你的孩子成为富一代 这两个区别是什么 第一 你第一个愿望 你想成为一个富二代 这个事 你没有任何能做的 因为你挑选不了你的父母 你已经被伤出来了 你没法被塞回去 但是第二个 哪怕他很渺茫 我现在很难 很苦 很穷 但是我觉得 我要让我的孩子当富一代 所以最起码通过你 通过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 你能改变一些 你能懂我说的意思吗 大部分人在下订单 在许愿的时候就错了 他许的那个东西 第一他不相信 第二是什么 他是一个副项的 你说我因为身体有病 我现在许愿 我现在是下决心 我后面一定要健健康康的 但你已经得病了 每一天医生给你打针 每天住院吃药 带给你的这个恐惧和那个抱怨的心 一定会远远超过你在睡前许下的那个 哎呀 如果再给我一次 或者我这个病好了 我一定要健健康康 怎么怎么样 这不叫愿望 这叫什么 这叫幻想 大部分的人都在幻想 他没有跟宇宙这个超市下过订单 从来就 人家查完了以后 没有你这号人